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样稍微扎一下就ok 然后我们就是要用刀 用刀背啊 开始拍打 同样正面拍完之后还要拍反面 然后就这样依次把所有的大牌都拍完 如果觉得拍完之后大牌因为它会变大 太大的话你可以一切二要进行操作 它是什么样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对就用这个 然后往肉上砸 好我们把所有的排骨都已经敲打完了 敲打完之后排骨有点大 所以我们都把它做一切二的处理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已经都已经有敲打了 那个痕迹这样会比较嫩一点 然后呢 这次排骨比较多 因为大概有六块 就切成了十二块 所以我们放两个蛋进去 然后放入适量的鲜酱油 酒 盐 还有黑胡椒 放完之后 然后用手进行搅拌一下 好我们所有的 调味料都已经放进去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 用两个手把它进行搅拌一下 好 充分搅拌之后就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大家在搅拌的时候 手要当心一点 因为这个排骨还是带骨头的 所以手很容易会被那种尖的骨头扎到 我们这样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它加上密封 密封膜 加完之后呢 然后放到冰箱里去 好了我们把它放进冰箱 然后就差不多12个小时把它翻一下 这应该可以了 我们等明天晚上就可以做 因为提前一天准备起来24个小时 12个小时翻一次就OK 好我们先把排骨煎一下 大火煎一下 就不用那个叫什么 不用把里面煎熟的 只要外面煎的焦香就可以了 然后把所有的排骨都煎一下 然后与此同时呢 我们要把蛋给煮一下 煮开之后呢 把蛋剥一下 好现在我们鸡蛋处理好了 把它的烧开之后呢 把它的皮都剥去之后呢 然后在它上面就是切几道 这样的话 鸡蛋就会有一个裂纹 裂纹之后呢 就比较容易味道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炸一下 做火皮鸡蛋 然后油烧热 然后放鸡蛋 翻车啦翻车啦 油有点太热啦 哦 还好还好 早餐停下来 然后把这个鸡蛋呢 大多炒一下 炒到就是比较有点清晃水 要不平的对它进行翻炒 否则如果只是在鸡蛋的话 它就很容易会焦 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这样就差不多了 土皮的话 就已经有点这种 土皮鸡蛋的感觉出来了 好了 煎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把牌放进去 把牌骨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要加老抽 生抽 还有冰糖 当然啦 要加水 然后水差不多就是加到一半多一点 就OK了 好 现在水加完 酱油 冰糖 老抽 生抽再多加完 像我所说水要加到大概一半要多一些 然后盖上盖子 转大火 让它烧开 烧开之后 然后变那个中小火 再烧个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 经过20分钟的中火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大牌鸡蛋就做好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牌 这样做完之后应该是非常的软嫩的 应该是那种很好吃的 基本上哪怕牙齿不太好的老人也是可以吃 一点问题都没有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烧水 做面 面的话 就是要选那种比较细的 细面就OK 所以我们的汤的底料呢 有四种 五种 有五种 有五种 有葱酥 然后有 酱油 有盐 黑胡椒 白胡椒 这就是底料 然后我们要同时要煮细面 就是上海的那种阳春面 这样才是比较正宗的大牌面 我们就可以做了 好了 我们的面下好了 下好了之后呢 就是把面盛到之前准备好的底料里边 最后再摘上之前做好的大牌 还有鸡蛋 虎皮鸡蛋 好 今天家里没有葱 如果有葱的话 撒上一点葱花就特别漂亮 这样 就是这样的